录制,画面切过来 好,这边呢,是这样子哦 我们这边就 前面扯了一大堆就是要怎么去画这个东西哦 那画的时候先切到上市图 切到上市图 这边就是用这个去切到上市图 有没有录影 有,OK,好 切到上市图以后呢,这边要加被子曲线 所以用AID里面的Curve,里面的BezierCurve 它就会产生一个莫名其妙的BezierCurve 被子曲线在这里哦,还不能删哦 然后呢,到编辑模式以后啊 你这个时候才会看到那个 你真正要用的工具是像这个Draw 那Draw的时候呢 因为它预设只是Cursor,不是Surface Cursor是这个游标嘛 所以它画的时候 要画那个热狗上面那个黄金墨匠 你会看到它其实躺在地上 有没有 它其实躺在地上 所以这个就不能用啦 所以我们再切到上市图 我们这边呢,再用选取工具哦 把这一堆全部删掉 Delete 诶 为什么不能按Delete 又是中文输入法吗 Shift 好烦啊 呃 再试一试看看 选选 选选 Delete backspace 啊 西亚 Delete 诶 为什么不能删啊 中文 没错啊 语言偏好设定 我可以把中文删掉 麻烦死了 选项 新增 英文好了 English 手写语言辨识 翻转 好 所以这边我现在中文 故意把它去掉 好了 蛤 不能易哦 好吧 那就先这样子 所以我这边应该可以多了一个语文吧 英文 OK Delete 还真的切到英文就可以 Delete 好 Delete了以后呢 现在呢 要画的时候呢 记得先选热狗 Sausage 然后呢 这边在画线的时候啊 要改成Surface 曲线 然后再去画上面那个 黄芥末匠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样转过来 诶 糟糕 再试一次好了 再上试图 选Sausage 去画 诶 为什么会掉在地上 我看一下 问题点是在 我也选Surface 对 然后 这个杯子也可以删吗 这应该是不能删 对不能删 删掉就没了 Sausage 哦 这不会要切回来 这个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呃 讲义这边 对 好 切到 对 选Surface 然后直接画 诶 应该就成功了 1 1 2 3 2 2 Surface 1 是这个 哦 要先切回这个 切回这个模式 切回这个模式 真的 我刚刚 没有在那个 我刚刚是在线稿模式下 要变成尸体的模式 Surface 才能用 哦 好啰嗦 再选一次Sausage 这次画对了 可是画得太远了 OK 好 这个时候就成功了 在正确位置 然后呢 我们要去找这个 曲线的 然后去找 Galmature 是模型 然后呢 它有很多有趣的参数 你看It's true 它可以长出来 可是不是要用这个啦 这个只是觉得好玩 按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Depth 深度 有没有 它就可以长出来 那个结末匠 那结末匠长出来以后呢 现在就是末端 要收尖 所以呢 先切到 选取工具 去选点 然后再ALT加S 这边可以 左边 右边 上面 下面可以 好 成功 再换一个 ALT S 往下 可以 好 所以呢 结果这样就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选一些 点 自己去调 它的Cursor 有点远 所以是不是Cursor Cursor Navigate 哦 这边是Global 对 改成 Gimbo Normal 这边是3D Cursor Mouncing Individual 所以原来是3D Cursor 我看一下Pivot Individual Orange 哦 讚 Individual Orange 原来是可以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选 Individual Orange 就是个别的原始位置 它预设只是3D Cursor 实在是没道理 所以这边就可以个别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Tangent可以稍微调一下吧 这个 G 调这个Tangent Tangent 有点难调 好吧 算了 诶 诶 我选到了 G 比我比较顺 再选到 G G 所以建模像完成 好 画面还给你 G 搅拌 M C M G C Tangent G C D C